你们大家要意识到 这对习在共产党的这种位置 一下子是致命的打 他最成功的 他认为2012十八大以来 他认为我在全世界 我中国人站起来 这个狮子醒来了 醒来的标志是什么呢 我敢跟美国人说不 我跟欧洲人说不 我跟他们开药方 我给他把脉 他还没人敢说不 俄罗斯百分之百支持 更重要的是 中国人民把我当成太阳 把我当成神 把我当成爹 然后中国的老百姓 完全是得人心 得民心 然后我让非洲人 把我列为一个 未来和救星和希望 哎呀我的天哪 然后中国人你看 卫星持续上天 武力持续发达 持续那些私人企业家 必然牺牲的 看斯大林 斯大林死了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杀了几百万个党员 最终斯大林 把卫星 而且素材上了月球了 我们就要跟他一样 就要死人 死人才是上月球嘛 才能挑战美国嘛 所以习这所有的感觉当中 离不开俄罗斯 内部人 你看看 我现在跟苏联 千所未有历史上 最好的关系 连美国人都不敢 跟我在这块儿 跟我谈 我放病毒 我弄疫苗 我让全世界停摆 我让全世界在家呆着 没人敢问我疫苗哪来的 没人敢问我病毒哪来的 牛不牛 是不是 外交部 从来没那么大声过 过去叫卖国部 现在已经叫强国部 叫战狼部 一切起源于俄罗斯 美国的软弱 华尔街的背叛 好莱坞 还有香港四大家族的标脸 整个这些促成了习的狂妄 当然 对中国人是不是好事 对我们爆料革命 这都是天大的好事 没他 打不到这个镜 灭不了空